QQ这或许是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软件 熟悉是因为我们几乎从它的诞生就使用到了现在 而陌生指的是很多人可能对如今的QQ里面的很多功能 他并不了解 而今天我想带你们来一起再了解一下 这个陪伴了我整个校园生涯的QQ 现在都有哪些你可能并不知道的好玩的东西 我是你们的云飞 对本期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点赞投币 我会讲出更多好玩有趣的视频 那么我们正面开始 QQ是99年问世的 当时的图标是这样 而现在是2022年 已经过去了23年 而logo的演变也发生了很多次 从一个胖胖的小企鹅变成了现在瘦瘦的 从哈哈的笑容变成了现在可爱中带一点点活泼 似乎也就预示着QQ存在的功能和作用 也一路发生了改变 打开它就是我们熟悉无比的聊天界面 顶部是我们的头像昵称撞在信息 右侧是QQ秀和各种功能 下拉进入的是QQ的小程序 目前是加入了微信小程序 可以看到有一排的快捷服务 健康码形成码这些QQ也已经有了入口 点击进入会发现 它其实和微信的小程序就已经打通了 这就很方便了 在QQ里面就可以直接使用微信小程序了 也可以扫微信的付款码 整体上的体验确实说会更加方便一些 而QQ作为一个社交EP 聊天还是它的核心 每个人都有必要掌握一点QQ聊天功能方面的小技巧 否则你就是一个青铜啊 右滑聊天对象那一栏可以设置自定 拉动后面的消息球可以快速的清理信息的图标 进入聊天界面除了可以戳戳对方 其实还可以捏捏自己 点击一条信息 你可以单独的截图可以隐藏尼称 我们多选消息 同样是可以在下方看到截图隐藏尼称 而且我们中间不是有空余的消息吗 我们点击预览就会发现 QQ给你生成了一个你想让大家看到的截图 简直就很哇塞 这个功能就很适合追女生的时候 截图给室友装逼 看上去什么都有了 其实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把一些聊天里面 涉及到的计划设置为代帮 设置好了 会在QQ的内部有一个悬浮的小窗 到时间就会提醒你 恶恶暗恋的男女朋友聊天 怕被家长发现怎么办呢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 在里面的第二条 就是隐藏绘画 可以之后 在你的聊天界面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那么我们要找到他聊天 应该去哪里找呢 你可以在搜索界面里面直接搜索 不过会有搜索记录 那么你可以打开设置 点击隐私 里面的隐藏绘画就注着你的女神 这个技巧你学到了不 同样是聊天 和你喜欢的人聊天 你是在那边洒热 再不记也就是被甩 但是附近的小哥哥小姐姐 大晚上的把你加上 就可能不仅仅是伤心还要破财 那么怎样防止自己的账号 被这些你不想加的人给查找到呢 我们直接在隐私里面 发现我的方式里面 设置对应的功能即可 一般默认是全开 现在你还可以自己关闭到只有Q号 或者你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直接就在下面加好友的方式里面设置禁止 这里面还有可以向你发起临时绘画的权限 我们也可以把不需要的就直接关闭 这样就可以隔绝这些奇怪的打扰了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看你的特别关心 亲密关系 已经频密到好友 单向好友 说实话 单向好友这个我之前是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给检测下来 666 除了聊天多少人和我一样没事就刷空间 Q空间的点赞和评论默认都是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这通常可以带给我们不小的虚荣心 看看我这条动态有100多个人点赞 看我这个有好多人评论 但是现在更多人关注的可能是隐私 我们可能只想主人或者我们自己的共同好友看到 那么就看看现在的QQ是如何保护隐私的 我们点击全线管理 然后再点击空间动态 选择下方的共同好友模式 于是Q空间也就变成了朋友圈 这里也有其他的一些空间设置 像什么谁可以给你留言谁能看空间之类的 这个大家就可能比较熟悉了 而现在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经常用到QQ或者微信登录各种网站 如果说只是临时登录一次 并且不想要这个网站留有你的信息 可以在隐私的最下方授权管理里面选择对应的网站 关闭授权 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奇奇怪怪的风险 以前玩QQ就是不断的发生大家的说说 进这个空间进那个空间 有时候自己还会无病摄影一番 看看有几个人会点赞有多少条评论 从初中零几年到现在 我的账号还是九位数 从功能期到可以分除 到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刷空间 再到可以云电话视频电话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和QQ一起走到现在了 他可以说是陪伴了我整个校园生涯 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 很多感情都是由他承载着 可以说说你的QQ故事吗 或许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当然QQ从我们的变成了更多人的体验 功能不断变得更加出色 但是也有些东西它永远都不会变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有所思考 我是你们的云飞 喜欢本期视频内容的话 就给我云飞点关注呗 我产出更多对你有用的视频 大家有中文人用觉得牛逼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铁赞投币散联 其实我想致你全都给我 像我和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我 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